好 再来看到就是为了防堵标车族姿势 台南县市警局是连续两个晚上联合执行防标勤务 还出动了600名的警察追气 一天就忙了7个多小时 但是您知道吗 最后竟然是扑空 这个绩效完全挂零 更扯的是这个标仔不但是在街头上横行 遭到警方追逐的时候 还很嚣张地持着球棒 砸破了一辆轿车之后的挡风玻璃 随即逃移 照片中20多辆标车族聚在一起 在台南县市各大路口飞车 不只沿路乱按喇叭 还拿球棒砸车 这辆墨绿色的小轿车 后方挡风玻璃整个被砸碎 赶到现场的警方晚来一步 没有逮到任何人 我们有一个铁轨 所以大家都在那边等车 等着很不耐烦 那根据被害人诉说 他因为要转弯车辆停留太久 这个这样子招致 后面的这个摩托车骑士 拿这个棍棒来 把他的这个后面的挡风玻璃 把他打破 为了防堵标车族 台南县市警方合作 出动600名远警追标载 每天花7个小时直骑 绩效却挂弹 标载无视大批远警追气 仍嚣张集结 看到警方在后头追逐 还拿球棒砸车 警方编列大批人力防标 却没抓到半个 让民众直呼太扯了 很多人 那我们也针对啊这个 昨天啊在现场 我们能查 大概有包括物照驾驶 这个高音喇叭等等啊 我们大概也取缔到将近啊 有30件之多 防标绩效不佳 警方却认为有达到威吓效果 只是浪费那么多人力 却抓不到半个标载 不免让民众质疑警方的能力 真希望来跟张续重温 太南报道